大家好我是彥倫 那今天呢就是 呃 一個學長的角色 然後當銀行家去觀察其他 學員到底在這個遊戲之中 有什麼樣需要 改善改變的地方 那看到一些 新的學員呢他們可能對 遊戲規則不是那麼的了解 那就變成說 其實不管是什麼 什麼事情什麼任務 你今天如果連遊戲規則 都沒搞懂你就硬要下去 去玩就像可能市場上非常多人 他不懂你的股票的 規則是什麼他不懂你的房地產的規則 是什麼但是他去 趕著想要下手因為覺得有利可圖 那其實這個時候到最後 受傷的都是自己然後 十個裡面大概有十一個都是 這樣子對 那第二點呢就是 針對老手的部分 今天觀察一些老手 他沒錯他們對於遊戲 的規則已經非常的了解 但是他們就沒有 辦法去看出 到底每一張卡片所要帶來的意義 跟什麼時間點 對他們來說是 這個東西到底是好是壞 其實這個就是 現金流當中的奧妙 你同樣一個物件同樣一個 機會他在不同的時間點 他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角色 對那 好然後最後呢 就是想要分享給大家的六字真言 定靜安 然後才能思慮得 太多人專注在得到東西 他們很想很想很想 但是卻沒有想過 我要怎麼循序漸進的去得到 我要的東西 好這是我今天的感想 謝謝